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互联网商业金融的天才等等宣告破产 管理当局在追击贾跃亭上尽管没有建树 但有助于本岁贾不思深化 根据搜护财经的报道 圣诞节那天 北京法任审判信息网披露涉及贾跃亭案的进展 法任已经查封他在北京的两套房产 国内银行存款百多网店被换扣执行 乐视网10.24亿股股份遭到轮后查封 因为名下无车 实际上贾跃亭在国内资产已经清光换句话说 被神话已久的贾跃亭在2017年年底的时候 已经成功实现了金蝉脱鞘 在证监法院债主彻底刑务并采取防范措施之前 贾跃亭将从中国精心设计所获得的财富转移到美国 舆论中对贾不思仅存的残念也应该心醒过来 揭开贾跃亭的本来面目 很长时间以来对贾跃亭的定性都是莫中一世 即使在他全面崩溃财务全面告急的时候 舆论中仍对他抱以希望 以为不过是英雄落难或扩张互联网生态系统的暂时困难 这种对投资风险抱有的麻木状态 掩盖了贾跃亭的真实意图 最终领他全身而退 众多债权人聚集北京乐视总部讨债 算是贾跃亭骗局开始浮出水面的事件 吊诡之处在于 死后的接盘者及乐视体系采取了一系列公关策略 稳住了岌岌可危的态势 这种绥靖和欺骗战术的后果之一 是导致媒体在揭露贾跃亭真相时 面临着许多观念上的障碍 冷峻且富有嘲讽意味的是 贾跃亭当年鼓吹的诸如互联网生态系统等羡慕概念 以及他像传肖家那样展示的造梦计划 给尽随的一众小规模梦想家们当头暴击 牺牲万千头饥客 成全的只是贾跃亭一个人的金钱梦 他的家族空手套白狼 安全退场 还记得太媒体指明道性要揭露贾跃亭骗局的时候 有媒体给予了贾跃亭大篇幅的报道机会 以一种极举欺骗的言辞继续蒙控国内中小投资者 继续为贾跃亭创造离岸的时间差 此后不久贾跃亭就宣告无力旅行协议 并已继续造车梦为留居美国提供理由 讽刺的是最终帮助贾跃亭早发早疑的人掉到了大坑里 新兴互联网概念操纵泡沫金融 一度鼓噪出头机观念的泡沫 最终被技高一筹的骗输家熟练驾驭 一看的是直到今天没止 贾跃亭留给国内的一亿鸡毛还没清扫完毕 关于贾试骗局的观念遗产还有待批判 总之 2017年年底大中国的总结之一 就是街皮贾跃亭所面临的观念障碍和认知迷雾快要消退 这个人作为骗子的真实面貌不再有争议 贾试骗局之外 司法金融当局与资本市场的各种不甘心搅和在一起 基本上拿它没办法 新经济中光怪陆离的一面明年还会继续吗